而且讓大家都能夠懂 如果1月14號那一天 我說完 你們還是聽不懂 還是沒有打開你們的心鎖 這個鎖是對的 這個心啊 心的這個 我的要開的這個收息是對的 但是你們心的手 是打不開的 打不開的 打不開怎麼樣子呢 要怎麼做呢 我們請這個佛菩薩來給你們打開 釋迦摩尼佛是開手的專家 釋迦摩尼佛是開手的專家 真的 在他的經典裡面 在他的經典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 秘密 很多很多的 打開我們心鎖的東西 只是我們現代人 很少去讀經典 因為有的人讀了也看不懂 那麼我當解說員 我是解說員 是幫助釋迦摩尼佛 跟大家解說 釋迦摩尼佛是什麼所 為什麼他要來收法 這個來利益人天 為什麼他要當累世的菩薩 到了沙婆世界 他才來成佛呢 為什麼他要視線在人間 像個凡夫一樣的 慢慢的修行 以後才成佛呢 所以他能夠啊 左七步 一所指天一所指地 然後講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再來呢 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就變成凡夫啊 然後慢慢的讓他學 讓他學 終於他成佛了 這是示範給我們看 而不是說他 他應該不是裝作彌伏 而是真的彌伏 因為 所有宇宙之間的 所有的諸佛 要他彌伏 然後以後呢 以凡夫之身去修行 視線在沙婆 在沙婆 人間成佛 我最希望的就是說 在1月14號那一天 我跟大家說得很清楚 講得很明白 大家都懂 這個心中的這一把心鎖 全部打開 然後我也希望啊 師母那一天可以來參加 他一定會參加的 一定會參加 我聽說這個 等一下有要這個 中委會啊 有要這個 幫助這個中委會啊 要在Edmonton 那邊要做一個 好像是 一個世界性的 世界性的一個法會 在Edmonton的地方 那麼 中委會好像會 依賣一個東西 依賣 一件東西 是嗎 要依賣一尊 要吃金母 那今天是在新竹 顧佑雷藏室 現在已經是連真講師 連真講師 他要在新竹啊 科學最發達最文明的地方 建立一座 真實而廣大的 複佑雷藏室 我看到現在的複佑雷藏室 我也看 其實裡面的精神啊 不得了 那裡的每一尊 佛菩薩 精神啊 都是佛的 佛菩薩 金剛 腹法 空行諸天 在複佑雷藏室裡面 都是佛的 都是非常的團結 怎麼佛菩薩那麼團結 那底下那一集我不用講 人應該要更團結 建立一個 又科學 又文明 又既有文化 又有宗教 能廣度眾生的 複佑雷藏室 謝謝 謝謝